因為人真的會很化學 親屬說的東西真的觸動到你 幫先人的誓者最後一程有尊嚴 我就覺得我的工作已經是可以的 說得比較文雅的我就做善宗服務 實際上我就做賓儀服務 踏入二十六年了 我不是謙虛 二十六年在這行不算是很資深 那些老前輩七八十歲 八十多歲 九十歲都有 香港都是很小的地方 很大的發展是未必會的 多數都是世襲 圍內都是那批人 下一代還有沒有興趣做這行呢 都是一個問號 做賓儀這件事就沒有分中西 因為地理環境亦都產生了 香港本土的文化 都有年輕人入行的 不過就看看他有做什麼工種 普工 化妝 化電 石廠 藍磨師傅 學不完的 所以我說我二十六年 我覺得是淺塵 香港平均每一天 八三四人離開 多需求 短跌了也有十年了 多近去年開始就會好一點 屯門的珍嘴 灰流可以葬到十六萬個灰位 私人骨灰條例 儘快通過 因為已經停了三年了 需求性是很急切的 即是立法會 你知道政府 很多事要很多人通過 很多次的 讀三個讀四個讀 我覺得現在的時間是長了的 生意沒有多 影響就是規模可能做小了 出席不到 又不想那麼多人集合在一起 在海外或者國內來不到 現在的科技進步了 多遠都可以看得到 不過我們自己本身有少少要求 傳統行業 很急地加一些新的東西 大家未必會接收到 也都隨著 官二代、官三代這樣做下去 變化是有的 我們都是不斷地學習 做到路、學到路 永遠抱著這個心態 做任何行業 都不會太過差 我都很容易 雷線很低 始終到自己 親人 很近的人離開 心情也是很淡滴的 工作不過就要照做 因為每一天都面對 很多的商家 有時見到親屬 說的東西 真的觸動到你 之前沒什麼機會聊天 到最後 家人走了 他們說的東西 真的在心裡說出來 就是震動到其他人 在靈堂上吵架 家人對個遺體 有些不是那麼尊重 我不想見到 我也都是 沒得避免 我是盡量去控制場面 有爭拗的 可以做完事先 我知道 是需要一定做的 我會很主張去做 盡量會緊守條底線 大家應該有些少學習 很多時候做個案 小者沒有交代後事做 親人有 用自己的方法 或者用自己的宗教去做 那未必是完全配合到 盡量多點溝通 不要緊的 跟家人聊天 自己人有什麼不聊呢 不想說 那些辛痕死死 不過反過來問一句 如果真的 當他離開了之後 你又怎麼做呢 因為你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人真的會很怕學 可能回頭就已經 大家離開了很遠了 我都覺得是一種 做善事 幫先人的誓者 取後一程 有尊嚴 我就覺得 我的工作已經是 可以的